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怎麼了 話說呢 最近我們收視也還不錯 你都一直是東升一哥嘛 沒有 瓜哥 瓜哥 你不是說他不意嗎 瓜哥 我心目中的大哥 OK OK 那因為你現在人氣高漲嘛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上次好像兩個禮拜前嘛 你去台中幫你朋友站台 聽說效果很好耶 沒有 沒有 因為那個朋友開店 我跟他認識十幾年了 對 那你怎麼收費啊 沒有什麼收費 沒有啦 就包一個紅包而已啦 又什麼 你跟他認識十幾年嘛 十幾年啊 對啊 包一個紅包二十萬 大概就是這樣 蛤 認識十幾年 你收他二十萬 有什麼不對嗎 這 不是啊 因為我朋友就是在西門町 開那個辮子玉米的店嘛 最近是啊 對 然後他想要說 想說邀請你去給他站台 因為他知道我們兩個很好 開玩笑 所以他想說我們的友情 你是不是可以給他一個友情假 你講這個就嚴重了嘛 對不對 畢竟我們也十年了嘛 開玩笑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啦 不囉嗦啦 有情假啦 你這個是搶劫吧 不是 台北 台中 這個產品不一樣嘛 對不對 你台北一個排骨飯 就一百六了 對不對 真的 對不對 台中多少錢你講 一百塊 對啊 欸 你怎麼回去了 不是嘛 這個不一樣啊 你這個不能這樣算嘛 所以你有在以這個 不同的縣市在漲價是不是 嘿 就是二十萬印尼噸跟五十萬印尼噸 大概是這樣 你也會怕茶醉喔 不是嘛 那這個當然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要聊一下就是說 大家出國旅遊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同樣去一個國家 但是它的城鄉差距有差很大 所以價格是不一樣的 這個有發現到嗎 同樣的東西 可能在巴黎市區裡面 跟在南法那個 尼斯那邊的價錢就不一樣 對 在淡水巴黎那邊就可能很便宜 你可不可以國際化一點 可不可以 所以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好好來聊一下 就是說以後大家出去玩的時候 也做了一個功課 就是說 其實是有不一樣的 不要說買東西被騙 什麼良賀群們 所以今天我們要好好來聊 我們也請到了 環遊世界 趴趴走 聰明吃喝玩樂 她最聊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當對面的花錢總是少跟金 哪裡貴 她就哪裡去 怎麼這樣 我們的聯合國星來 歡迎 歡迎 每個國家城鄉發展不同 相對的消費的物價也有差別 今天新南邁就要來教教大家 究竟到他們國家要怎麼消費 才不會白白當冤大頭呢 你們覺得台灣啊 這個城鎮鄉村裡面 城鄉差距 物價有落差 對 有嗎 有落差很大嗎 有耶 有聽到嗎 城市 我住城市 台北的市大 那邊學生 外國人很多 那你們應該是要騙我們的錢 那邊價格都很高 我習慣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美而美嘛 一個例子 我習慣那個鮪魚的賞明治 55塊 上個禮拜我去比較落後 比較向下的那個 新北市土城 一個美而美 鮪魚賞明治 她剛剛是說土城 30塊 我聽了 我聽了也是 金雞猛魚 這個都是佩德羅講的 這是佩德羅講的 土城市長 打給佩德羅 從55塊到30塊 一樣 快可以買兩個了 對 對啊 差這麼多 對啊 是攝影棚太陽很大嗎 對啊 你剛剛說史外線 我剛剛突然看 看到怎麼會這樣 那叫造星 造星 不好意思 奇怪 對 我也覺得北部 台灣的北部跟他們不無話 真的是很誇張 像前幾個禮拜 我們去屏東縣的 某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 然後 你也是 你們要新人講的 好不好 屏東縣長 不好意思 這是他們講的 代表我們主持人 還有特別來賓的立場 可以把我這一整集 我們都馬賽克嗎 對 主點是我 編尾那個字幕主持人 不要打我們名字 不要打我們 到底去哪裡學中文 都是學這些 因為重點是我 不要講 我不要講那個地名 你知道嗎 對啊 不然大家都會去那邊嘛 對不對 那我要留咪咪 好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出外景的時候 適應大哥他們很愛吃肉 一定要吃肉 阿翔我吃素的我不知道 但是他們看一看那個彩當 他們看到牛肉麵 六十五塊 像說 牛肉麵六十五塊 他們也沒有怎樣 他們覺得 嗯 好吧 那我們隨便吃一吃 吃太飽也不好嘛 對不對 他們可能覺得是小碗嘛 六十五塊 每個很小吧 重點 沒有 沒有牛肉 只有麵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沒有他 那個復原 他斷上來的時候 就是超級大的一個碗 然後裡面呢 有五塊大肉 我們要看一下 然後他也 因為我不吃肉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他跟我說 其實這個價格在台北 根本買不到 不可可 雙倍都買不到 你知道我去買 我去我們家後面的那一家 新一區後面有一家牛肉攤 牛肉麵 我買湯麵小碗的都六十塊 唉唷 帶拓台北的牛肉 牛肉泡麵都六十五了 對啊 真的 那應該是港幣吧 而且重點是我忘記說 那個麵喔 是他們自己做的 不是那種泡麵 所以我覺得哇 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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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的 其他時候也是 像是我比較喜歡吃豬豬腸 因為一個便當不夠嘛 所以每次我豬豬腸的時候 選了兩個肉 然後差不多四個菜 這樣子 可是再這樣的話 這樣只有六十塊而已耶 好 行 兩個肉 這不可能啊 四個菜 六十塊 不可能啊 可是如果你去台中的話 這個一定是九十塊 可能是一百 然後來台北的話 一百三 跑不掉 你去台東喝珍珠奶茶 一杯就要三十塊 所以台東我每天喝珍珠奶茶 三十塊珍珠奶茶在台東 去台北要六十的七十塊 還有九十的加鮮奶 一買過一杯一百四的 珍珠奶茶 對 真的喔 哪家不好講 對 一下子 但是就很貴 但是我也覺得 南部跟北部差太多了 法國人很喜歡吃甜點 那夏天天氣熱 我最喜歡吃吃芒果冰 我去台南 就愛吃小水果 嗯 台南的芒果冰 一袋一碗 然後呢 差一六十塊 六十塊 哇 而且這芒果很甜 很好吃 可是真的很大份啊 你來台灣最少要一百二 你去一次要大概一百二 到一些地方在水區東區那邊 要兩百二 一百二已經是好久以前的價錢了 所以真的差太多了 而且台北兩百二還排隊 那上個禮拜我們去台南 出外景的時候 我我我我曾經病 我沒有去吃任何的小吃 為了去喝一杯 Fifty Lan 那我發現一件事 現在Fifty Lan 它不是有分中跟打杯而已嗎 好 那我跟他說 我要中杯就好了 結果 他給我打杯 因為我是一個很 我過不去我的良心 我還是跟他說 不好意思那個我錯了 我剛剛付的二十五塊 這個是中杯的價錢 他說沒有啊 我們的中杯就長這樣子 基本上台南的中杯 就是台北的打杯 可是他不是連鎖的嗎 對 我跟你說 這個很多人 他們也沒有發現這件事 但是有沒有發現 你說美國跟台灣的 麥當勞的那個尺寸不一樣 結果我發現 台南的Fifty Lan的那個尺寸 是比較大 如果你去台南 你可以點一個中杯 就是台北的打杯 好像我好像也有印象喔 還有一些什麼茶汁魔手 什麼這種連鎖店 台南的中杯 真的啊 真的真的 他現在講我才發現 不然的話我都會覺得 台南我每次都喝不完 可是我沒有去聯想到說 它的大小茶飲 妳就是在應聊啦 沒有啊 真的啊 好 那我聊一個 我真的有 好 前面是應聊對不對 應聊 沒有 我就發覺台北 台灣的物價我也是搞不太懂 譬如說洗頭這件事情 像我家住在內湖 洗頭一百五 加個五十塊 加那個潤絲金 就很正常 但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娘家在新店 然後 新店光洗頭就要兩百塊了 我已經問過了新店 有時候兩百到兩百二 然後你再加個潤絲 有時候都快三百塊 這為什麼新北市會比台北市貴 我也搞不清楚 然後我們家隔一條巷子喔 就有人加潤絲是三十 有人加潤絲是五十 還有二十 價錢不足 然後你知道台南就真的是一個 就是真的是一個貴寶地了 所以妳認識她要給妳二十 喂 不用 她給我二十幹嘛 反正解力 她是跟我說洗頭一百五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好 那麻煩妳再幫我加潤絲金 她就說 就是一百五 一百五已經自動加潤絲了 就是不會再加另外加 妳都不用告訴她 她就自己會加潤絲 那她洗髮精跟潤髮的東西是 一樣的嗎 不是一樣的啊 分開啊 另外一道 品質是 跟台北的品質是 沒有什麼差啊 妳就洗髮店裡面的洗髮精 而且你知道台南那個手勁 完了以後還端一碗牛肉麵 上面有五塊大肉 然後潤絲 是在一百五裡面 那倒是沒有 台中的大遠白的 那個票要兩百七十塊 台北的維修 一樣是維修的 要三百三十塊 對 所以維修還是會差 假像台中有另外一部 另外一個假電影院 那邊要 一部電影要兩百二十塊而已 嗯 台中如新 所以 台中有兩百二十塊 台北有三百三十塊 所以台北看一部電影 台中可以看兩部電影 中南部他們那個戲院的周邊 會有那種文具店 然後他門口掛說電影票 就會有那個阿婆 就是他有一疊 買一疊那種團體票 然後就會問你說要不要買 要不要要買 所以你連電影都買黃牛票 不是不是 那個是團體票 他先買好的 你拿他那個團體券去買的話 那就是說可能 就是比如說兩百一兩百二就看 那你怎麼發現這件事 因為他周邊 你去看他周邊 就寫說電影票 為什麼要去電影 那個電影票 為什麼是這個旁邊文具行賣 然後那阿婆就說 他要不要買多少錢 那比如說他說原價兩百七嘛 你剛剛買可能兩百一兩百 這樣子 台中阿媽會給你一百一百八十塊 你看到沒有 一百一百十塊 你看到沒有 台中如新前面有一個阿媽 他會賣給你 哇 哇